瑞瑟湘奇美文物馆萨奇莱雅族系列特展 延续上次玛丽云萨奇莱雅俯序展 今天开幕的《从这里开始,我记得路马80》系列特展 则是由同样也是萨奇莱雅族的华莲市萨固尔部落 透过织布研习成果展示 呈现了萨奇莱雅族织布工艺文化的附赠历程 请接步 拉下红布条瑞瑟湘奇美文物馆 《从这里开始,我记得路马80》系列特展 在疫情下,安全开幕 透过策展人员的导览解说 带领大家走进萨奇莱雅族诗而复得的织布文化世界里 可以变成是一个,就是像是一个这样的形式 像我身上这个背带 它是可以这样对着之后红布的 这就是第一块我们的游览 瑞瑟湘奇美文物馆萨奇莱雅系列特展 延续上次由瑞瑟湘奇莱雅大本营的 《玛丽云》部落传统服饰展览 这一次则是由同样是 萨奇莱雅聚落的花莲市萨古尔部落 透过织布研习成果展呈现萨奇莱雅族 织布工艺技术以及文化的布阵历程 获得长官贵宾的肯定支持 只有地方自己能够站出来,能够承担起来 原住民文化就是要沉闲起后 我想对于部落的传承一定会相当的有帮助 透过文物馆各项展览 乡长陈金光表示 传承并交予发扬瑞瑟湘各部落的文化特色 经过我们导览员的一个详细的解说 那我也亲自的来研习这个支部 感到非常的感动 每一个族群都有它的历史根源 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一个互动 然后把我们的根找到 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也能够透过这样来保存我们各部落的文化 一个传承 齐美文物馆今天开幕的从这里开始 我记得LUMA80系列特展 从即日起展出到9月30号 展出期间除了确实落实相关的防疫措施 另外在防疫期间也启动线上看展模式 透过场馆实体的展览 与网络线上看展双管齐下 提供民众多样且安全的看展环境空间 记者石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